嗯... 交給他們處理 交給公司 今天吃月餅 當然要送花生 最近歌手MC張天賦的歌迷會 就被網民發現一顆大花生 一位在MC身邊的工作人員 公開踩同門歌手 洪家豪Fans 遠有整應援是製造垃圾 還罵爆唱片公司華立 不懂做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吃這顆花生之前 首先看看昨晚在阿博舉行的 叱測樂壇 Brand New Life 生力軍音樂會 說明是生力軍 這一刻他們的面孔未必人人都熟悉 但為免大家 下年頒獎典禮又出現 這個誰來的 這些年經我們就再認識 這班舊的新人 入口水 在照片中 並非為允許 除了有獨立的演出 不同的單位也有一起玩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好,来到今天的主菜应援之乱 先由上个星期日圆的 洪家豪和MCFrenemy演唱会讲起 演唱会有歌迷派应援物 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洪家豪的院友也准备了长型的橙色熒光棒 不过这个举动就疑似引来MC官方歌迷会不满 在Instagram出了个story 严正呼吁人,不要带任何长棒类的物体入场 顾己及人,你都不希望全晚是这个视线 还tag上MC、洪家豪和华立天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将相片里面blur的橙色物体 和院友派的荧光棒 是含沙射影还是暴风捉影 这就给大家判断了 另一方面,在MC的Telegram群组 又是叫PY、括弧姨姨的管理员呢? 疑似针对橙色熒光棒的评论 亦都被人CAP了出来 他说希望不要再有演唱会派那支东西 阻挤人体 还说是跟地球制造垃圾 多得整那个人不少 还叫Full E-Dye 即是MC的粉丝 不要学 其他被CAP出来的讯息都看到 阿姨姨不止一次说棒是垃圾的了 除了死物 对生的东西 这一位管理员都有很多想法的 有人CAP了他对HKH 应该就是洪家豪的英文鞋音简称的看法了 除了对方的歌太闷之外 还说在舞台上吸引不了他 有一次更加是用反白眼的emoji 去说对方刷存在感 不过没有上问下你 又不知是什么时间 就这样去解读又不是太公道的 但相信大家最猜不到 就是对象竟然是洪家豪 跟公司华立同事之余 还常常跟MC一齐凑对宣传 做Frenemy演唱会 一不离二 二不离三 PY苦乎乙乙 对MC公司华立好像都很不满意 疑似 指公司宣传策略 错了 看得他好怒 作为打工仔兼一个八婆 对公司有怨言 间不死 讲下人八卦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身为传统女性 绝大多数都是小小声说的 想不到有人这么大胆 公开场合都这么直肠直肚 这位管理员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说回大声点 有富二代就透露 这位叫姨姨的管理员 其实同时是MC的助理 除了照顾MC之外 都会打理和安排歌迷会的运作 有赞对方做得好 但都认为在身份上 说这些说话有进步的空间 我们去一去阿姨姨的Instagram 就见到简介是做艺人管理的 由MC未派第一首歌就已经开始合作 也都见到他和洪家豪MC 在最近一次演唱会的合照 更加鼓励大家加油 在大约年纪之前 怡仪更加有接受明州访问 原来本身是一个会计师的她 也是一粒姜糖 因为疫情令她有新的体会 所以成立艺人公司 帮她另一位偶像 让MC 聚梦 录影 剪片 都要做 去到今天MC 这么有成绩 相信彼此一定有深厚的革命情感 喜欢哪位歌手各有所好 有不同评价都很正常 有时有下fanwall都无相大雅 不过同样是fans 为偶像付出的倒是心血 没做过就说不明白 但比同样是fans的同行 不妨这样踩或扁低 一个不觉意 好易变真宣战 到时franemy变成enemy就不好了 还是我说了这么久 跌入了仪仪的逆向宣传圈套 中了计? 怎样都好 大家中秋节快乐